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仅12分钟的科幻短片《钢铁之类》 本片是著名三维动画制作软件Blender旗下基金会支持的开源电影项目 所谓开源电影,即从资金、剧本到演员的聘用 通通通过互联网来组织和实现 而这部短片虽然是用市面上都能下载到的软件制作而成 但它的特效水平并不属好莱坞大片 汤姆和希丽亚是一对情侣 希丽亚是一位研究机器人的科学家 她已经走火入魔,把自己的左手改装成了机械手 汤姆经受不住噩梦连连的折磨,要跟希丽亚分手 希丽亚伤透了心,决定就此,一拍两散 镜头一转来到了40年后 人类世界几乎被机械军队毁灭殆尽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疯狂的机器人科学家希丽亚 一次偶然,人类残存的战士和科学家们得到了希丽亚的大脑 调取了希丽亚脑内的回忆 这样才明白,原来开头那段争吵就是希丽亚记忆的回放 汤姆的背叛成了她日后发动机器人革命的动机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办法 通过高科技重现当年的场景 找到年老的汤姆,让她返老还童,改变希丽亚的记忆 从而终结这场战争 然而,他们让汤姆尝试过多种说服希丽亚的理由 都没能让希丽亚的大脑意识原谅汤姆 火上浇油的是,机械巨兽部队不断收缩他们的包围圈 十分钟后将攻占人类最后的老巢 所以人类将做最后一次尝试 但此时却出现了意外 他们希望汤姆说出那句,我喜欢你的机械手 但汤姆却没有理会 她说,当时自己太年轻 对自己的混蛋行为感到抱歉 但这并不能成为你毁灭世界的借口啊 希丽亚瞬间暴跳如雷 扼住了汤姆的喉咙 科学家们眼看不妙 想要终止回忆进程 却没想到终止剑在关键时刻失灵了 面对来自前女友的死亡威胁 汤姆真情流露 说出了那句迟到了四十年的 听到这句话的希丽亚犹豫了 此时,外面的机器部队已经攻到了人类最后的根据地 所有幸存的人类战士倾巢而出 与机械巨兽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 但寡不敌众 人类很快便落了下风 而另一边 希丽亚在汤姆的温情攻势下慢慢被感动 心中对汤姆残存的爱一点一点占据了她的大脑 科学家发现她的记忆正在被重写 希丽亚握着屠刀的手终于放下 变成了温暖的拥抱 几分钟之后 机械巨兽们纷纷失去了原动力 败下阵来 就在人类快要沦陷的最后一刻 汤姆成功了 她对着希丽亚做出了最后的表白 世界变了 希丽亚 也许我们也能改变 影片最后 一位战士坐在了广袤无垠的钢铁废墟之上 悠闲地喝着牛奶 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分手不要太狠 以免毁灭世界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